那我们今天早点开始吧 因为还有别的小额通啊 还有同城一起在直播 那今天还是一样的 给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呢 就是今天所有的PPT内容 都不涉及到您自己的一个财务状况 以及风险承受能力 都是属于一般性的建议 那而且呢 您存在我们GoMarket资金呢 都是完全安全的 那今天呢也是第一节 就是实超课吧 就是给大部分 就是已经在我们GoMarket 有账户的客户 就是做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 交易上面的一个帮助 那还是按照我个人的习惯吧 我会在这个COVID的期间呢 就是每次在网课之前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的一个全球的一个情况 那今天看到这个累计的确诊啊 已经差不多要到3000万了是吧 我当时看的时候呢 还又以为自己输错了 没想到累计确诊 已经有3000万人次了 然后美国这边呢 依然是每日新增4万多例啊 也没有看到它下降是吧 因为好像从我之前的 做网课的时候开始呢 它就一直保持着这个速度 也没有下降 但是呢 我们维多利亚州呢 确实已经好很多了 今天我们的新增呢 是只有28例 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记录了 那希望呢 我们在下个礼拜 可以跟大家 我们在下个月啊 10月份的时候 可以跟大家线上见面啊 然后呢 维多利亚州呢 也可以恢复 恢复所有的一个经济活动 那我们现在的一个课程安排呢 是第一部分呢 给大家做一个数据解读 那我相信 如果大家有在做交易的话呢 肯定知道今天早上 也就是昨天晚上凌晨的4点钟啊 美联储呢 公布了这个利息决议 包括呢 就是美联储的主席啊 鲍威尔也出来呢 在4点半的时候呢 进行了一个讲话 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有什么影响 或者说它在那个 早上4点半的时候 到底讲了些什么 嗯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利率啊 还是大部分呢 是符合大家的预期的 也就是保持在呢 0%到0.25%的这个区间 啊 影响也不是很大 啊 那因为呢 这是大选前的最后一次利息决议 所以呢 本来市场呢 是对它抱有着比较大的期望的 希望呢 就是啊 美联储 或者说鲍威尔能够做出一些 嗯 更加鸽派的一些举动 比方说就是 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啊 或者说更低的利率啊 等等的 大家其实是对这一次的一个利息决议呢 是抱有期望的 可是呢 这一次啊 它的讲话呢 说的内容呢 还是跟上一次基本上变化不大 啊 也就是说 接下来呢 三年的利率呢 依旧保持呢 会预期保持在这个 百分之零到百分之零点二五不变啊 然后包括它购债的计划呢 也基本上保持不变 也没有说呢 它要购买一些长期的国债啊 或者也没有说要控制一个收益率的曲线 也没有说呢 要对通胀的目标给出一个具体的定义 对吧 因为上一次的议息的时候呢 就说啊 是规定了一个浮动的百分之二的一个通胀率嘛 当时呢 我跟Coco在直播里面呢 也跟大家讲了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对吧 也就是说呢 在未来的几年里面 它这个通胀率呢 允许呢 是弹性的 对吧 在百分之二呢 到百分之二点五之间呢 都是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 一般呢 之前呢 如果说通胀率呢 在超过百分之二的时候呢 美联储呢 就会决定是否要加息 啊 那这次呢 其实情况呢 就受到疫情的影响有所改变 啊 但是呢 大家都对这个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二点五的这个通胀率啊 比较疑惑啊 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呢 会未来啊 在某一天决定加息 能不能给大家一个通知 或者说 经济达到恢复到什么样的情况下 才会决定呢 是更改这个利率 在这一次的这个利息决议上也没有说啊 总之呢 就总结一下 就是啥也没说啊 因为鲍威尔呢 既不想被特朗普骂 对吧 也不想呢 被市场指责 是通过就是 就是放宽的政策 然后呢 去推动股市 对吧 然后拉高特朗普的一个竞选支持率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他在这一次的一个会议上的表现呢 也是比较中庸的啊 没有说什么重要的内容啊 就表现得很普通 平平淡淡啊 也是左右不得罪是吧 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他的一个美联储的一个会议会说什么吧 然后下一次的这个时间节点呢也是十分的好 巧妙吧 也就是正好在美国大选啊 11月份啊 11月初的时候啊 结束之后啊 尘埃落定之后呢 才会有下一次的这个美联储的利息决议 所以到时候啊 也就是两 一个半月之后吧 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 美联储是不是会有新的动作 然后给我们一些新的一个未来走势的一个预期 那现在呢 就美联储的这个美国的事情呢 我们基本上就说完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今天中午啊 也就是11点半公布的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八月的季后 季后调的一个失业率啊 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它是实际公布率呢 是6.8% 比预期的7.7%呢 是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进步的啊 所以说呢 各大的一个分析师啊 还有经济师 经济分析师呢 都很震惊啊 觉得澳洲的一个失业率的表现非常的好啊 完全是出乎他们预期的啊 那我们呢 其实啊 也可以去 怎么说呢 去重点关注一下下一个月的一个失业率 因为呢 如果说这个失业率呢 有可能是一些特殊情况啊 或者说是寄算问题的话呢 如果说下一个月的这个失业率啊 也就是9月的澳洲的失业率 也依然表现的比较好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基本的认定啊 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经济衰退呢 已经啊 已经慢慢的结束了 然后我们开始了一个经济的复苏啊 也就是说澳大利亚现在的表现呢 还是比较好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下面我划出来的这个 8月计调后的就业参与率啊 也是有了一个0.1%的上升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市场上呢 更多的人愿意出来找工作了 更多的人愿意呢 开始去找工作了 这也就是参与率啊 有个上升 不光是参与率上升了 失业率也下降了 这其实是一个双重利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失业率 对澳洲的澳元啊 有什么影响 那我这边呢 是截取了一张澳纽的15分钟的图 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在我们平台时间4点嘛 也就是差不多啊 就是他的公布的时候啊 然后呢 这个澳元对纽纽纽约呢 是有了一个52点的一个上涨啊 甚至是打开了他的一个上涨的趋势 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澳纽呢 在这15分钟图里面呢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 GMMA啊 他的一个短线组啊 就已经在那个藏线组上面了啊 这也就告诉我们呢 澳纽呢 很有可能呢 开启进一步的上涨啊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这个澳纽啊 他能够在15分钟图上呢 站稳这个维加斯隧道这个位置啊 然后我看一下这边有什么提问啊 有人说就是说澳洲的经济 为什么比较好 股市还跌成狗 这个我们之后会说的 您不用着急啊 这个还是比较tricky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先说这个澳纽 对吧 那澳元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会上涨的动能也比较强吧 特别是在对纽约的时候呢 它会表现的更加强劲一些 因为我之前呢 在网课中也跟大家提到过 其实看澳元到底强不强 不应该呢 去看差这个澳美 因为美元呢 受到很多的因素影响 对吧 像是昨天晚上呢 其实美元是有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弹的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黄金啊 白银啊 还有澳元 对澳元的这个汇率啊 都有一个下跌 所以说呢 有些时候呢 我们看澳美不一定能够真实的这个反应啊 这个澳元的一个强弱程度 相反啊 澳元对纽约才是更加准确的 或者说更加明朗的一个啊 一个反应 直白的反应吧 因为纽约呢 它毕竟比较小 对吧 而且呢 它出的公告啊 也没有像美国影响这么大 而且往往呢 它出的数据啊 或者说经济反弹的力度啊 都是要比澳洲要差的啊 所以说呢 在这方面来看呢 澳纽其实一直都是比较有优势的了 嗯 嗯 那其实澳元的话呢 我们也就说到这边啊 那昨天的一个数据解读 我们就先讲解到这里 那我们看看今天呢 我们要关注一些什么数据呢 那在晚上9点钟啊 也就是一会儿 我们9点钟网课结束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英国的一个央行的利息决议 还有它的一个资产的购买规模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是不是跟预期有一些出入 如果说它的 我觉得它的央行利率啊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 对吧 包括像美国一样 嗯 大家暂时呢 都没有去考虑到 有没有说要推行这个负利率的这一步动作 好像经济的恢复都还可以 所以说呢 暂时我觉得这个利率啊 也不会变 很有可能这样一次的一个低息环境 在全球来说呢 都会持续啊 一到两年至少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那主要就是看呢 这个英国它央行资产的购买总规模 是公布的怎么样了 如果说呢 它的购买的资产总规模会大一些的话呢 那可能会立好它的那个指数 大家知道英国的这个股票指数吗 FTSE100吗 就是英国的富时指数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说想要做一些短期的一些交易的话呢 可以去看看这个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晚上10点半的一个 美国的一个当周出的一个失业金的申请人数 我们刚才有看到呢 就是美国它现在的这个疫情啊 新增的人数还是很多 对吧 但是呢 它的一个失业金的申请人数呢 却是在缓步下降的 那如果大家最近有 今天啊 有看股市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 其实全球的股市啊 是哀鸿遍野 是不是 就不光是美国的纳斯达克下跌了2% 那澳洲的这个指数啊 也是一直跌跌不休 就像我们刚才就位听众留言的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中国的指数啊 也受到美国的一个指数影响的拖累 所以说基本上呢 今天全球的指数都是在下跌的 那如果说 美国想要出来救一下这个市场的话 或者给市场提供一些利好消息的话呢 那可能呢 就会是这个失业金的申请人数了 对吧 那这个 那个数据呢 就会对我们晚上的这个美股的走势啊 还有这个黄金的走势 贵金属啊 等等的一些走势呢 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如果说呢 它依然是好于预期的话 那对美国的股票来说啊 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提振吧 所以说大家就是网课结束之后 要记得关注一下这个市场 然后呢 今天也有 最近啊 其实也收到很多客户 对这个 对这个银行股啊 有一些疑问啊 就是因为之前呢 可能是抄底啊 去买了一些银行股 可是最近呢 看着别的股票呢 都已经是 涨了不错了 对吧 涨了百分之二三十 可是这银行股啊 就还是依然表现的不是很好 就心里有点着急 或者是之前很早呢 就买了银行股 准备拿它吃股息的一些长线的投资者 可能最近看到这个银行股啊 都比较交心啊 因为它没有什么变化嘛 反而是不停的在下跌 那所以说呢 我今天也就跟大家 简单的讲一下这个 银行股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走势 那首先呢 也说过很多次了 就是如果我们看银行股的话呢 肯定是离不开 看这个房地产的市场的嘛 对吧 因为这个银行呢 大部分的一个收入呢 都是从它的一个 Mortgage Loan里面出的 也就是抵押贷款的一个 利息的收入 因为银行呢 就是左边拿利息 左边呢是有存款 然后右边呢在放贷 对吧 那它现在给的一个 定期一年的年利息呢 是差不多是百分之零点八五 然后右边给出去的 Mortgage Loan呢 如果是自住房的话呢 差不多也就才百分之二点多吧 不到百分之三 这样子的一个 百分之二点八八 一个自住房的一个 Mortgage Loan 是比较低的 那现在呢 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啊 它的这个房地产市场 焦头也不活跃 所以说没有更多的人呢 去找银行去借贷 那它就没有办法收取 当中的一个差额 差不多百分之二的 这样子的一个利息的差额 所以说呢 它现在的一个盈利状况 就比较差 但是呢 大家也不用太着急 因为像是银行股啊 这种澳洲的金融龙头板块的话呢 它是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 有一个恢复周期的啊 如果我们往之前看一些 包括之前的一些金融危机啊 或者是一些等等的 一些金融事件的话呢 它的一个恢复的情况呢 其实从长线来看的 都是不错的啊 那今天呢 我也看到这个西太银行啊 给出了一个未来几年的 这个房价走势的一个预期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左边呢 分别是悉尼 墨尔本 布里斯班 特斯 阿大莱德 还有右边呢 是最后给出的一个 澳大利亚一个整体的 未来两到三年的一个 房价的一个预期啊 西太呢 还是比较的一个 怎么说呢 乐观的吧 他觉得未来到2023年底呢 就是澳洲的房价会涨15%啊 他的理由是 因为现在呢 其实是一个低息环境 然后大家如果说 只要是不失业的人口啊 不失业的人群 有工作的人群的话呢 他们都会考虑啊 在未来呢 去配在这个低息环境下去 大力的购买房产啊 但是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他也给出了一个半年的预期 也就是从现在啊 9月 2020年的9月份 到明年2021年的年终的时候 差不多呢 是有9个月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域啊 他的预期呢 是说可能呢 澳大利亚的房地产的价格整体 会有一个5%的下跌 然后呢 再在明年年终的这个时候啊 再有一个比较强力的 快速的一个反弹 最终达到一个 2023年上涨15%的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啊 这个大家要听明白 不是说马上啊 这个房地产市场就开始恢复了 这个房价就要开始叉叉叉的涨了 这个也是不现实的啊 那大家首先要听好 就是他的预期啊 是从明年年终开始 房价才会有一个触底反弹的 这样子的一个迹象 那之前呢 西泰其实是预期啊 到明年6月份呢 这个房价会出现一个 10%左右的一个下跌 但是他现在呢 看到这个澳洲经济恢复的还可以啊 所以说今天呢 立马在失业率公布之后呢 就改口了 就说这个房价呢 只会跌5% 这说明其实澳大利亚的 这个房地产的市场呢 还是比较强劲的 就是我们说的叫是resilience嘛 就是抗风险的能力比较强一些啊 大家呢 其实也可以看一下这个银行嘛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预期呢 就是这个银行股的表现啊 其实从今年呢 到明年的年中 可能都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但是呢 在明年年中到2023年呢 他会逐步恢复 随着这个房地产市场的 这个回暖呢 逐步恢复 那其中呢 西泰其实也啊 也给大家 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为什么西泰会说 接下来的9个月啊 会是一个房地产的一个低潮 包括呢 银行股的一个低潮 因为他觉得 在那个job keeper 就是澳洲的一个就业补助 慢慢的降低也好 或者是消失啊 就是取消也好 这慢慢的呢 就会有一部分的人啊 因为没有工作失业 而无力去偿还这个 自己的这个银行贷款 那就会有一个 有一定比例的坏账嘛 是吧 现在呢 只是延缓了这个坏账而已啊 那这个银行呢 可能呢 就会在未来的 这个9个月里面 慢慢的处理 这个消化这个坏账啊 这就是为什么他预期呢 房价或者说啊 银行股还有可能继续往下跌 5%左右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啊 这得跟大家说一下啊 嗯 但是啊 我现在看了一下呢 就是英国啊 英国他们那边呢 目前的房价呢 正在也是以脱欧以来最快的速度上涨 就说明各国的房地产 似乎在这个疫情中间受到的打击 其实不大 然后我也看到新闻说 其实在美国啊 虽然现在这个抵押贷款的这个 拖欠率啊 是急剧上升的 但是这个房地产交投的热度 居然是达到了9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所以说你知道吗 就是大家知道啊 那这两个国家现在疫情的表现可能还没有澳洲好 但是它的房地产呢已经这么火热了 那可以如果说澳洲在维多利亚这边也开始全面解禁了之后呢 也有可能这个房地产通过auction啊等等呢 或者是线上开卖等等的一些活交投直接活跃起来之后 可能也没有吸太预期的就是影响会这么长远啊 因为有些时候澳洲的确是给我们一些surprise嘛 包括这次失业率啊等等的 也是要看经济恢复的程度 所以说持有银行股的这些投资者呢 也不需要太过的悲观 就是它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嗯 那然后说完银行股呢 我们来看一下纳斯达克对吧 那最近很多客户呢都在跟我说 啊这美国的科技股回调了这么多了 那我们能不能买啦 是不是一个好的入场时机呢 现在啊那我其实也看了一下这个图啊 我感觉好像还是有一点点悬 因为我之前有跟客户说过这个 11000点呢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嘛 那我们看一下其实呢 现在纳斯达克的这个价格啊 虽然没有跌破这个点啊 暂时还没有跌破这个点 但是从GMMA这个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来看呢 它的这个短线组啊 已经跟长线组开始交交了 也就是这个红线和蓝线呢 开始交缠在一起了 那就说明了趋势很有可能转变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也不要太急着呢 说要进去投纳斯达克或者说直接买它的指数啊 说可能它会有一个触底反弹等等的 因为我看了一些报道啊 还有一些就是投行的一些报告 他们都认为呢现在科技股的这个回调还是没有到位了 向下的话呢可能还有差不多8%到10%的一个空间 那我在下面呢也画了一个就是维加斯隧道的这样子的一个支撑点 那差不多呢是在1万点这样 当然了我也是很真心的希望纳斯达克能够站稳在1万1000点上方嘛 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对大家都好对吧 其实大家买股票就没有就是随便买什么股票都会赚钱嘛 如果说它能够继续往上涨的话 但是如果说呢它继续下跌呢 大家也不要也不要恐慌 其实每一次市场的下跌呢 都是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一个入场的时机嘛 因为我之前也在直播里跟大家说过 我是特别看好这个wise tech的 也就是wtc 也就是澳洲的一个科技巨头之一嘛 但是它的价格呢 自从上了28块之后呢也就没怎么下过 我今天一看呢 它是有下到26的 还是挺开心的吧 然后就准备等一等 看看它能不能回到我预期的那个位置 然后呢我就准备跑步进场了 所以说这个股市啊有涨有跌 也是很正常的 涨了呢大家也不要太盲目 那跌了呢也不要太恐慌 要想好自己到底投资是为了什么 然后投资这个长线还是短线啊 决定好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了 那接下来呢也是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 也是我们这一期网课的一个主题嘛 就是大家认为呢 这个投资是靠分析的 还是靠信仰的 大家可以把这个呢 把这个答案打在评论区 我还是挺好奇的 其实投资呢我们一般呢会分成两种对吧 是有长线和短线的啊 那大家可以分别说说是长线呢是靠分析 还是短线呢是靠分析的 我看有客户说都得要还得有运气啊 然后我看到我的客户说啊要靠信仰 的确的确 对我们俩一直在聊这个信仰加运气 我看大部分客户说都是靠信仰啊 非常好非常好 长期靠信仰短信短线靠分析 哎这位客户说的深得我心 哎对 我这边也给大家啊 做了两个情况 好那第一个呢是短线啊短线的话呢 我认为主要靠的呢是一个比较精湛的一个技术分析 加上严格执行的这个止损或者止盈啊 这个要very discipline啊才能去做这个短线啊 不能够说啊看到他跌破了破位了还继续拿着 有时候错了呢就得认输啊就得认错的止止损止掉 那常见的话呢就需要靠基本面的分析 加上这个对公司的这个信仰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看法啊 我看大部分客户其实跟我的看法是差不多的 一半对一半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短线的技术分析 上一次呢有一期呢是想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MACD啊 RSI和GMMA的用法啊 可是呢 当时那一次呢我的电脑抽了 所以说MACD一直没出来啊 所以说这次呢还跟就是准备跟大家聊聊 我平时做短线的一个技术分析 我用的一些指标 那基本上呢第一个呢就是GMMA 跟我们时间比较长的老客户都知道的 就是那个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嘛 第二个呢就是维加斯隧道 就是我之前几张图都在用的那个 就是两根黑色的线 一根呢是实线 一根是虚线 还有一个呢是我最近刚刚开始研究 刚刚开始用了一个指标 叫布林黛啊 它的中文名叫布林黛 英文名的是Bollinger Bands 它呢是有三条线啊 分为上轨中轨和下轨 那另外的呢就是有RSI 也就是相对强弱指标啊 可以给大家判断什么时候呢 是超买什么时候是超卖 给大家一个概念 现在这个价格属不属于一个合理的区间范围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 大家都很常用的一个MACD了嘛 MACD呢 它能够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 世界上的直观的表现 现在买方的力量强 还是卖方的力量强啊 因为它有那个柱子嘛 可以给大家看得出来很直观 另外呢它有两根线啊 一个是signal线 一个呢是MACD线 那这两个线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进行交易 如果两条线呢 分别的交叉的话呢 那就会产生一个惊叉或者死叉 那那个时候呢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进场的时间了 那我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对我有效的一些技术 技术分析指标呢 不一定对您也适用 因为每个人看这个指标的这个看法 包括就是怎么说呢 每个人的想法都是有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我这边也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平时用的一个技术指标啊 那如果大家能够找到更适合自己的 那当然是最好的 因为找到更适合自己的 而不是最对的才是最重要的嘛 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下午这个 我自己的一个技术分析的这个应用吧 啊我首先的是在 这个是实战啊 我首先的是在8月31号的时候呢 给我的客户群发了一条微信 我在当时呢我就说这个铁矿石啊 FMG那一天派息 那股价呢也是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跌 而且这个下跌的幅度啊 是超过他的一个股息派发的这个金额的 也就是呢 FMG当天呢是发了每股 每股一块钱的股息 可是他下跌的幅度啊是超过一块钱的 好像是跌了差不多有一块五这样子啊 那然后我当时也说呢之前没有来得及 进场去投资铁矿石的投资者呢 可以在那一天考虑是不是要进场 然后呢接下来呢又提到两个 我自己一直很喜欢的一个医疗公司 对吧 一个呢是做人工耳窝的COH 还有一个呢是CSL 我现在呢就打开我们的这个交易软件 给大家分析一下我当时的一个分析的情况吧 我当时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给大家推荐啊 去买FMG呢 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标的这个时间呢 就是9月1号 对吧 9月30号应该是在这儿 9月30号差不多呢 就是我给大家发的一个入场提示的这个时间 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看到啊 如果说我们后面不看的话 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其实呢已经在布林带下轨了 对吧 那一般我们在用使用布林带的时候呢 就会看到 如果说他是处在布林带下轨的话呢 那他有大概率呢会反弹到中轨 这是一个布林带的一个常用的使用方式 那第二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看到他的这个MACD啊 已经有一个金叉了 因为当时啊 我不知道他后面到底这个价格会怎么走 对吧 所以说呢 我在他出现交叉的时候呢 就开始认为啊 他有可能会有一个反弹 那包括呢 我在下面看到RSI的时候呢 他已经到了这个50的中线了 也就是说呢 他的价格不再是之前80这么高 对吧 在派系之前呢 他是有70的这个MA 这个RSI的指标 也就是呢 有一点点超买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一般不太会选择进场的 所以我等他的价格呢 跌到RSI50的时候呢 再结合其他几个指标 看看要不要去进场啊 所以说当时呢 我就给大家做了提示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刚才说到的这个COH和CSL 也当时呢 也是在8月31号 有跟大家说这个COH啊 可以考虑在190到192的位置呢 去建仓 当时也是看到这个RSI呢 其实也已经是低于50了 说明他的这个价格呢 还是比较合理的 然后呢 果然呢 这个COH呢 在第二天收了一个 9月1号的时候 收了一个十字星 然后价格呢 也是达到了190这个位置 所以说我当时也是 没有怎么犹豫的就买进去了 那结果呢 是后面的两天果然是上涨了 所以说有些时候呢 技术形态还是比较重要的 能够帮助大家呢 去判断一些短线可能的 一个获利的机会 然后呢 其实持有的时间也是很短的 其实我们看一下COH这一波反弹的话 它的反弹的幅度 还有价格也是挺令人满意的 就是短短的三天的一个持仓 可以给您带差不多3%的 这样子的一个盈利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CSL CSL的话呢 当时也是跟大家说了 我看是在280左右的时候呢 可以建仓 那也是差不多就是在这个位置了 我有画出来 我给大家画了一个横线 那有可能呢 客户在这个9月1号的时候呢 就买进去了 然后呢 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弹 最高呢 也是有达到290这样子的 293的这个位置 所以说短线交易呢 大家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了 大家可以去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分析方式 去抓一些短线的机会 那再看回我们的这个PPT 那我当时呢 也跟大家说了 就是在9月1号的时候啊 在打到那个进场价的时候啊 我在9月 在8月31号的那个进场价的时候 也跟大家发了一个讯息啊 就是说CSL和COH呢 已经达到了我们之前 我之前给的一个进场价 大家可以考虑呢 去建仓 那一般我们建仓的话呢 如果说是长线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去分批建仓 那如果您是短线的一个交易者啊 跟我是差不多的话呢 那如果说之后的一个走势啊 跟您预期的相悖 那就需要立马止损了 那这里呢 我们也来看一个失败的例子啊 那我这一个第二个 9月1号的这个一个 市场快线啊 里面有跟大家说到 这个银行股啊 普遍是下跌了3% 然后CBA呢 已经跌到了66块钱 如果考虑配置银行股的 这个板块龙头 可以考虑进场 那我来看一下这个CBA 这个CBA呢 最后是以失败告终了 我先给大家说一个 提前预告一下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时的一个价格走势吧 当时呢 CBA呢 在我发布的那个 我推送的那个时候啊 它也是打到了这个布林带下轨 那我对它的预期呢 自然也是呢 就是有股价有个靠中线的一个上涨 对吧 但是呢 它的表现比另外几个呢 会稍微差一些 那上涨的幅度呢 也不是很高 那我就选择呢 继续去看一段时间 结果呢 没想到啊 其实我的预期呢 它是能够反弹到中轨的嘛 结果呢 它反而就是一路顺着这个布林带的下轨啊 越来越往下啊 没办法 那当时呢 就把那个止损啊 就拖在我们的进程位 那也就是在后面几天 也就是止损止掉了啊 这也就是一个操作的方式吧 包括现在CBA的走势呢 依然不是很乐观啊 依然是在一个比较强 比较一个深的一个下跌的通道当中 那在这个时候呢 也不是很建议大家去接这个飞刀吧 那大家当然也可以看到它的RSI呢 也的确是接近了30 也就是一个超卖的区域 但是如果说呢 它有一个大一些的反弹 到那个时候呢 我们才能确认 它未来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空间 不然的话呢 对于我们短线投资者来说呢 很有可能就会压一大部分的资金啊 在这个CBA上面 然后呢 可能压个好几个礼拜 都看不到它有起色 那我们不就变成长线投资者了吗 对吧 那其实呢 就是那就又跟短线 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操作方式了 这里呢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这两个的一个操作方式啊 那另外呢 我们也来说说FMG FMG呢 我是在9月7号的时候 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澳洲 澳洲铁矿石的这个出口量啊 是下降了的 当时公布的一个7个铁矿石的出口量呢 是下降了17%啊 那随后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光大交易所啊 也预期后期的铁矿石价格将走弱 所以当时呢 就立马看到这个消息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客户 跟我一起是买了FMG的嘛 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这个中国的机构啊 已经下调了这个铁矿石的这个价格预期 然后呢 在9月8号的时候就通知大家啊 因为FMG涨了比较多了 那对我来说的话呢 短线投资的话呢 已经达到了我的一个心理预期了 那我就准备走人了啊 那我当时呢 就跟大家说啊 这个FMG呢 表现还是不错的 达到了18块5 那可以呢 去逐步的减仓啊 但是呢 也可以留个底仓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价位还不错的话呢 所以说是有通知大家 这个时候可以去 降低一下仓位的 那我来看一下FMG那一天的表现 对吧 应该是在这个时候 也就是18块5的时候 跟大家说差不多可以了 然后随后呢 铁矿石就有个 FMG就有个比较强烈的一个下跌和回调吧 是有跌了13%了 从那个之后啊 那铁矿石的话呢 因为怎么说 因为我们真的是要一直是 因为我之前在网课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 我们如果要交易这个铁矿石 就一定要盯着这个铁矿石的价格啊 那个大连期货铁矿石交易所的价格呢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啊 那最近铁矿石的这个FMG的下跌也好 Real Tinto啊 BHP的一个回调也好 其实都是因为铁矿石价格的一个下跌 那我看到呢 最近几家投行呢 也纷纷是下调了这个 FMG啊 和铁矿石的一个价格预期 因为他们觉得呢 就是中国的一个基础建设 对铁矿石的需求 已经达到了一个峰值了 接下来的话呢 就会慢慢的下降 当然不是立马的会展办啊 或者是怎么的 而是说一个缓慢的一个下降的趋势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再去买铁矿石的话呢 最近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了 如果说他在 他能回到维加斯隧道附近的话呢 那依然还是不错的嘛 但是FMG这家公司呢 其实做长线投资也是不错的 因为他的股息率也比较高嘛 之前大家 对我刚才也跟大家说过 就是FMG呢 他的股息率上一次是派发了 每股一块钱 这其实还是挺可观的 所以说如果呢 我们能够在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 买一些FMG做长线投资 去拿他的股息 也是可以的 那基本上就跟大家说完了 这个短线投资的 这个一个技术分析 那我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长线投资嘛 那一般呢 我们就会说长线呢 需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技术分析 那我今天也想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怎么样才能够十分钟之内啊 快速的掌握一家公司的概况 因为今天呢 今天下午差不多两点半的时候 有一个客户跟我提到一家公司 他叫Blue Scope 我对这家公司还不是很了解啊 那当时呢 我就去做了一个很简短的一个研究 那我就想 是不是大家也可以就是参考一下我这个方法 就是快速了解一家公司 那我们先打开网站 然后呢搜索一下 这个BSL 对我没记错的话 Blue Scope 对吧 他这是一家呢 钢铁公司 我们先拖到下面 看一下他的一个简介 他是一家呢 做金属电镀和彩 和彩图钢彩的一个供应商 我们呢 先在这个公司概况里面了解一下 这个公司大概是做什么的啊 他之前呢 是被BHP分离出来的 也就是2001年的时候呢 从BHP分离出来 然后独立上市了 那这个公司呢 他也是很大的啊 在全球呢 有17个国家开展的业务 然后里面业务有 有挺多的 像是澳洲和纽西兰本土的啊 还有一些building products啊 是在啊 就是中 那个叫 印尼啊 泰国啊 那个叫 东南亚地区的啊 也是很分散 包括像是美国 中国 印度啊 等等 也是在他的一个范畴之内 那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公告嘛 公告里面呢 我就是稍微看了一下啊 他里面呢 有增加并扩展了这个银行贷款的期限 啊 因为我最近呢 在看公司的时候啊 我会很注意看他这个公司 在三月以来啊 就是发生疫情之后 他有没有如过资 这对我了解一个公司的一个资产状况 是很重要的啊 那我就会先看一下 他从三月以来 他有没有这个融资的一个迹象 或者说有没有进行一个啊 股票增发 或者说是债务融资 但我发现这家公司呢 BSL啊 他并没有去进行这样子一个动作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没有进行这个融资的一个举措啊 只是呢 说增加并扩展了这个银行贷款的期限 那就说明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资金状况 应该是还不错的 对吧 然后呢 我还看一下 他居然还有每日股份回购的通知 对吧 叫share buyback notice啊 那其实一般呢 我们说只有公司 他的现金流十分的充足的时候啊 才会去做这种举措啊 那这家公司呢 不仅没有像别的一些公司去举行这个SSP啊 也就是股权融资对吧 啊 对 反而是啊 反而是有一个share buyback呢 那就更加给我一个印象就是啊 他的他的一个现金流的管理应该是很不错的 虽然呢 他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大企业 但是他对现金流的这个控制啊 应该说是出神入化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他2020年的一个业绩报告吧啊 这两个我们都点开一下 一个呢是比较简短的 像是这种一页啊 四页纸就结束的啊 三页纸吧 三页纸就结束了一个简短的报告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financial presentation了 那这个呢就比较长 看一下有98页 大家可以稍 大家如果看财报看了多了啊 就可以稍微找一找重点 看看他哪里是个重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里面标的几个大块嘛 这个其实大家在所有的 大家在ASX的官网上也能够找得到 也不一定要在这个网站上啊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那个分块吧 segment results 就是可以看得到 他把澳大利亚的一个钢铁的一个生产品呢 钢铁的一个产品还是排在第一位的 然后他这一年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钢制啊 还是不错的啊 虽然说呢 还是他的一个盈利啊 虽然是下降了 对比去年同期呢 是下降了43%对吧 但是呢 他的一个销售额啊 确实上涨了3%的 所以说呢 澳洲这边本地的对钢材的这样一个需求啊 还是不错的 然后呢 可能这个需求会依然保持强劲 因为我们也知道嘛 就是澳洲的政府啊 在鼓励大家去 就是房屋再建啊 房屋改造啊等等的 这对刚才来说呢 其实是一个利好消息的 然后接下来呢 有North Star 在美国的一个工厂 还有一个呢 他在Asia和North America的 这样子的一个分布情况 然后我们把它放大点看 这有点小 然后这里 这里是比较细致的一些 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未来 他的一个去年的一个整体的表现情况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跳到这个Capital Management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也就是说 他的一个资金管理的情况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说自从2020年以来 这个Blue Scope呢 已经回购了 在市场上回购了 差不多2.3亿的这个股票啊 然后呢 还是发了一个6分钱的 6cents的一个中期的一个股息 然后今天呢 大家在公布的时候 也就8月的时候呢 又同意 董事会又同意呢 去发一个8cents的这个 一个最终的股息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的分红 对吧 分红的话呢 还是比较低的 因为股息率呢 也就才1.07%啊 那也就是跟他汇报的差不多 我们可以看到 2月28号呢 是发了6个cents 然后呢 9月8号呢 是发了一个8个cents 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他下面说呢 接下来呢 Blue Scope 他的一个主要 主要的一个目标啊 是要去保持一个 他比较强壮的一个 资金方面的一个能动性吧 所以说呢 他开始决定啊 包括呢 他还是准备去做一个 Norstar的这个扩张啊 可能会需要花很多的现金啊 在从今年到明年这个之间 所以说呢 他的一个股票回购的活动呢 暂时会停止啊 直到说他未来的回购结束了 肯定在2021年之后 他才会开始 就是继续派发股息等等的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这公司用自己的一些现金流 去发展自身的业务 这也是很好的 然后接下来呢 就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 那如果说呢 大家对这个公司啊 想要了解更多 他每个板块是做什么的话呢 那强烈建议大家去 好好看一看这个presentation 对吧 那我第一个看的呢 就是他的这个net cash 就是他手上有多少钱嘛 对吧 那手上有多少钱呢 他现在呢 是有79个million 也就是7900万的现金啊 在手上 那他也是呢 从19年年底啊 这个4700万 也就是上升到了 7900万的这个一个现金 其实他的现金呢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一眼就可以看得出 他的现金流是不错的 而且他对自己的现金掌控 他的balance sheet都很健康 而这一点呢 首先就打消了 我对他疫情之后 这样一个运营能力的一个疑虑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EBIT EBIT呢 是有所下降的 但是呢 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毕竟这个疫情 它下降了58% 也是比较多的一个 一个下降幅度了 但是没办法 刚才这种 刚才这种呢 必须是要有人 才能够去做的嘛 就是这个房子 不可能凭空就造出来的嘛 总归是要有工人啊 去把这个钢材 去把它进过来 然后才能去安装制造的啊 这也是很正常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一个区域 业务区域的范围呢 也就是跟刚才 大家看到的差不多 那我们再往下拖一拖 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值得我们发现 这个就是他那个Nostar 他准备扩建的那个厂 他还给他上面呢 附了一些图 Median Look什么的 好接下来就看看 他的这个 他自己写的这个 Financial Results嘛 因为我也挺好奇 就是他在澳洲的表现 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业务啊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业务呢 他是去做基建的 还是就是单纯造房子的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就需要看他这个 在澳大利亚这个 Steel Production的 一个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里列举呢 从16年到2020年的 这样子的一个业务的 一个分配的状况 那第一个呢 就是造房啊 是占到了33%的 也就是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三分之一的业务呢 都是把这些刚才 用于去造房的 也就是说呢 如果维多利亚就解禁了之后呢 如果说房地产市场 还是很兴旺 大家对于这个旧屋啊 推倒重造 很感兴趣的话 那对 其实对Blue Scope来说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非住房 非住房里面呢 有Commercial和Industrial 也就是说 造一些工厂的厂房啊 或者是造一些办公楼啊 等等的 都在这个范围 那它呢 也是比较高的 是占到了31% 也就是说 这两个业务呢 是差不多占据了 64%的 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那说明它其实呢 对基础建设的影响 对它是不大的 主要呢 还是建房这一块造房这一块啊 那这里说到呢 很多客户啊 就是跟我下午讨论的那位客户呢 以为他是做基建的 但是呢 它实际上的这个Engineering啊 在欧洲的这一块啊 做基础建设呢 只占了9% 这样的一个程度 然后接下来呢 可能就是制造啊 或者说是一些Mining 就是挖矿啊 等等的农业啊 这样子的一个用途 或者说呢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Transport 也就是那个路面交通的 给那个船污 船只啊 或者说给它的那个 卡车供材的这样子的一个份额呢 也是非常小的 只占到4%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 这两个Report看下来呢 就会觉得啊 它主要呢 还是Focus在地产这一块的 那我们看完它的 这两个报告之后呢 当然它后面有很多 很有意思的东西 大家对这个公司感兴趣的话呢 我是建议大家 去把它读一读的 读完之后呢 才会对它这个公司 有一个非常基本的了解 那之后呢 我们才能够决定 是不是要去买它嘛 是不是 那我们看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个适应率 对吧 适应率还是比较高的啊 是69啊 我们知道这个FMG啊 它的适应率可能都不到10 那这个BSL这个适应率 我看 我看一下来啊 是 不是那么合理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材料板块 稍微要等一下 这材料板块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其实它们的适应率 差不多都是在 7啊 FMG甚至只有7.3了 甚至只有这个7.3到40了不起了 对吧 Northern Star 我觉得它严重溢价的 就是比较被溢价的这些金矿股 甚至也就才30多的一个市盈 那BSL这个70多的市盈呢 其实是值得我们去 关注一下 它为什么会这么高 这个是我会疑虑的一个点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对它公司的一个整体业务呢 大致的了解下来 觉得如果说呢 在之后疫情恢复了 那它的一个走势应该也是 怎么说从长线来看嘛 就未来 两到三年 因为我刚才也跟大家说过嘛 就是房地产市场繁荣的话 那它的一个钢铁的一个销售 应该也是繁荣的 那看完了它的一个基本面 我们也看一下它的一个 一个技术分析吧 我们找到这个BSL 然后把它拖入到我们这个模板里面 然后等它loading一下 哦对 有客户说到提醒我的这一点啊 就是对 我刚才漏了跟大家说一个事情 就是说呢 我们在这边啊 点股东这一块 我们还可以看到它那个 持有的股票的数量啊 或者说持有人是谁 大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都是机构 对吧 很少呢 个人投资者只占到0.53% 这个还是个人投资者算是比较少的 大部分都是机构和大的一些投资基金啊 养老金等等的是它的一个股东 那然后呢 我们要点一下这个所有列表里面 可以看得到啊 它的一些insider 就是它的一些股东啊 已经开始慢慢的就是出售它的这个股票了啊 是在9月4号啊 8月31号是大量出售 大家可以看到吗 大量出售它的一个股票 所以说现在这个价格呢 是他们一些机构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溢价的价格 所以在这个价格呢 我是不建议大家去买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技术分析是不是也符合这些股东的一个操作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RSI啊 在8月31号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到底是在什么位置 8月31号 也是在这个位置 他们其实卖的时候是比较靠近中轨的时候 有可能呢 他们会认为啊 这个股价呢 在靠近中轨之后呢 它有可能继续下挫 等等的出于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吧 然后把这个公司 把这个公司的股价卖掉了 然后就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呢 我们就还是 如果大家想要去配置这家公司的话呢 还是要稍微的有一点耐心 现在价格呢 不是说是最好的价格 而且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 现在这个下跌的趋势啊 也是比较明显的啊 已经突破了这个中轨了 而且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MACD呢 其实也已经是有一个死差了 下面的这个红色的柱子呢 也已经开始往下面翻转了 那这个时候呢 可以就是稍微等一等 然后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入场时机 那这个BSL呢 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 然后跟大家说说 怎么去注册我们这个GoMarkets的一个交易账户 这个可以呢 大家可以去注册这个模拟的或者是真实的账户啊 那首先呢 在Google里面搜索我们GoMarkets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边呢 点击开通真实账户 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个人开户的一个界面 那点击这个开通模拟账户呢 也就可以开通我们的一个模拟账户 只是呢我们的模拟账户里面呢 并没有澳股和美股的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只有呢我们其他的几个产品 像是石油啊 黄金啊 比特币啊 指数啊等等的一些产品 是非常适合大家去熟悉我们的软件和操作的 可能我这边网比较慢 他花一点时间跳转 一般的话呢 都是很快的 大家注册的话呢 可以用电脑或者手机 甚至iPad都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他能够打开网页 而且我们这个整个注册的页面啊 都是中文的啊 非常符合我们华人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小助手啊 大家可以扫描一下 小儿童和唐城的听众 可以扫描一下我们的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添加到我们小助手了 那我们再回到PPT的内容 就是Q&A了 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想要看的公司 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 今天PPT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有客户说看一下OSH 其实OSH我也是对它抱以众望 对吧 可是没有办法 就是昨天晚上呢 其实这个石油啊 大家看到是涨了4%了 可是呢 这个OSH啊 还是动也不动 甚至是小跌了一下 让我十分的失望 但是这些石油公司呢 目前也是差不多是接近一个地板价了 我们可以把它放的长一些啊 就可以看到 在3月份下跌之后嘛 在去年呢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下跌之后 其实OSH它的股价呢 就一直没有起来啊 就一直在这个位置 我是在这里呢 进了一波短线 如果说它怎么说呢 继续下跌的话 我可能就止损了 因为我不想把我的资金 短线的资金啊 全部都浪费在它身上 但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投资者的话呢 我觉得石油它还是会有起色的 STO啊 STO也是一个石油股嘛 但是我看来今天的表现 比OSH要好很多 所以我就很后悔我为什么要买STO 但是还好 我之前买了那个 37块钱的时候 买了那个石油的期货 就还行 我这个图表有点慢 我们家的网速不是很好 非常地慢 我要换电脑了 它这个是今天的走势吗 我记得它今天是有个 2%的上涨的 可能收盘啊 还是收的比较低哦 就是啊 对 现在好了 对 现在OK了 现在它的所有的一个数据 都已经loading出来了 STO今天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它是一个跳空高开嘛 虽然是小幅收跌 但是呢 这个形态上来看呢 是有那种靠近中轨的 这样一个趋势的 而且我们再放大看一下 它下面的MACD呢 其实两线呢 已经是接近相交了 相交的话呢 就是一个金叉 更加一个明显的一个买涨的一个提示吧 那如果说它能够 我短线的话呢 我会看到它去到中轨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GMMA这个长线组的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是多少钱 那短线的话呢 我可能就只会拿到这里了啊 还会有一个2%到3%的这样一个涨幅 我就可能会离场 但如果说您是一个更加长线投资者呢 你可以选择在这个价位呢 先出掉一部分 然后呢 再看看它会不会再往上冲 因为呢 其实这些石油股啊 上面这个维加斯隧道 还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阻力的 看到吗 就之前有一次 之后呢 又有好几次 都没有成功的上破这个维加斯隧道 所以说这边呢 就很难上 如果说接近呢 有一点小转的 也可以考虑先出一部分啊 就不要全出掉 或者说呢 也不要说全部都不出 对吧 给自己留一线余地嘛 然后有客户说看一下黄金 黄金最近的波动也是比较大的 然后这边吧 先黄金的下跌的幅度也比较大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黄金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一个震荡的趋势嘛 然后下面的支撑也是很明显的啊 就是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这个布林带的一个下轨的位置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到这个布林带啊 它一直在收口 也就是它这个上轨和下轨啊 这两个中间的距离啊 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 那就说明呢 它就越来越趋向于这个平行震荡 那这个时候呢 你说有一个大的趋势 可能说比较难 需要一个信息的刺激 但是呢 从更加长远的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说你是更加看着黄金的话呢 可以考虑在它下到这个支撑的这个位置啊 稍微配置一些 然后去等它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上涨 我觉得这样还是不错的一个操作 因为这个震荡行情的话呢 也是可以做 但是呢 必须要小单 然后带止损的去做 其实它在这里呢 已经盘了很久了 如果说大家在达到这个1972的这个位置 选择去做空的话呢 其实现在也是有一个不错的盈利啊 其实它差不多就是从大到小这样子的一个收敛三角形 然后开始趋于平向的这样子一个走势啊 很可能很快就会有突破 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啊 有客户问webget现在补仓价格高吗 感觉不太会跌了 其实webget我也一直在盯嘛 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最佳 最最最喜欢webget的 然后2块6 2块8 2块5的时候 2块6的时候写股评推荐大家去买 然后2块8的时候摇着旗子叫大家买 那现在呢 它回到4块钱也是不错的一个短线的投资吧 我觉得4块钱的价格呢 的确是稍稍对比之前的3块多 2块多是比较高了 但是把时间拉的更长远一些来看的 可能也没有这么高 就看你想要做短线还是长线 短线呢 我是不会建议说现在4块钱的时候去进场的 但是长线的话呢 如果你要一直拿着 那其实进场价格对你的影响就没有这么大了 然后我跟客户也说过 就是高盛呢 他现在目前呢是持有了5%的这个webget 也就是说高盛呢 这家机构特别看好webget 然后他是好像是在9月5号的时候吧 就展示一下他的仓位啊 是有5%的webget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我其实呢也在等待下跌嘛 就跟大家也说了 就是其实股市下跌呢 也是一件好事 就让大家有充足的 因为我手上还有很多现金没有用 所以说呢 我可能在股市下调的时候呢 我就会大量的买入像是webget啊 或者是wtc啊等等这些我自己比较看好的一些公司 然后有客户问这个AMP如何做买卖 然后afterpay一个月能上80吗 嗯 我觉得buy now pay later 我现在是不太会看了 因为我在网课直播啊 还有就是嗯 行情提示里面都跟大家说了 其实这个buy now pay later呢 它是一个嗯 entry barrier特别低的一个行业 就是说不管你是谁 阿猫阿狗 你只要有能力容得到资 你都可以去搞这个东西对吧 嗯 就是只是说呢 afterpay有一个龙头的一个优势 所以说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最看好的呢是afterpay 像是别的open pay啊 或者是一些很小的一些公司的话呢 我就不太会去关注了 那afterpay最后会怎么走呢 我觉得也是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uber吧 因为其实uber跟afterpay的那种性质也是比较像的 就是说他没有什么入行的一个门槛 只要你你有钱能够烧得起 你能够去扩大你的市场占有率 你都是不错的 你都是可以活下来的 或者说能活得比较好的 公司能够运营下去的 但是呢 对于这个泡泡能够吹得多大 能够吹得多久 它未来能够上到80 90 100 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可能就不会去碰这种公司了 我还是准备老老实实的等我的那个webjet 然后有客户问这个FMG还有一些可以持有吗 就看你要持有多久 短线的话呢 我看他回调还要回调一部分时间了 然后有问到AGL是那个能源公司吗 有客户问那个BRN啊 就是最近很火的那个小小的仙谷brain chip是吧 我其实昨天呢 跟我一个机构 在机构里工作的一个朋友打电话 因为他也是做那个advisor的嘛 对他是更加有更多的一些资源的一些机构 那我跟他聊了聊 我说最近这个小仙谷好像表现的不错 很多网上热度也很火 你怎么看 他就说快点跑吧 如果有仓位的人呢 就叫他们快点跑 我因为对这个公司一点都不了解 大家知道因为我是不太 我是不会去不爱去做那种仙谷的人 因为他的波动力太大了 然后我之前也吃过亏 所以说我不做这个 但是这是他的原话 我就也转告一下大家 如果手上有这个公司的话呢 要注意一下 然后AGL包括IAG这两家公司呢 一家是能源 一家是那个澳洲的保险 之前都有客户问我能不能抄底 能不能抄底 现在股价跌了这么多了 可不可以买 我的回答呢都是 如果是短线投资者 我是绝对不会买的 因为他一点回头的迹象都没有 所以说长线投资的话呢 我觉得更加是要再看一看吧 就是看看他什么时候有一个底啊 然后其实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9点02分了 大家如果有别的问题的话呢 欢迎添加我们的小助手 然后呢在小助手上跟我们取得联系 然后我们会为大家做更多的解答 那今天的网课就到现在了 到现在结束了 好吧谢谢大家这么晚还来听我们的网课和直播 那就先这样拜拜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